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纪录本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间公司啦 他用了10年的时间呢,把自己变成一间净现金公司 所以我很喜欢净现金的朋友呢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新的投资思路啦 未必我们需要买现成的净现金企业 所以如果你可以观察到有一间公司 可以从净负债变到净现金 其实你的赚幅是非常多的 OK,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公司是一间油气股啦 叫做Nayan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都有追踪过这间企业 so,秉着一年分享一次的一个节奏呢 我认为这个时间也是蛮不错来跟大家分享这间公司了的 更何况他已经变到净现金企业了 OK,我们可以看到Nayan的业绩啦 是比较起伏不定的 因为很明显他处在油气行业嘛 so,油气行业本身的盈利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进而导致到Nayan很难做到稳定盈利 而没有稳定盈利呢,也有没有稳定盈利的赚法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Nayan在过去的几年股价是上到很快的 这主要得益于什么呢? OK,很多人会说盈利上来嘛 可是更多是得益于啦 他在financial 2021亏了很多钱 所以很多投资者觉得Nayan没有希望了 而进而卖掉股票嘛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希望你在过去的两年都持有的话呢 其实你的盈利还是相当不错的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Nayan的业绩解释啦 对比从期呢,revenue是增长了1亿1200万 或者是120个percent so,也就是讲呢,其实到了financial 2024 它增长的幅度是还没有停下来的 OK,利润也达到了4490万啦 对比同期的亏损还是上涨了不少 OK,很多人讲,你讲Nayan很好 可是上个季度的quater1还在亏钱咧 OK,如果你要了解Nayan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 它的quater1跟quater4呢 都是比较弱的业绩来的 一般上营业额跟盈利都会是比较少 它主要赚钱都依靠quater2跟quater3 因为季风的关系啦 导致到quater1跟quater4 是很难赚到比较高的营业额的 更惊喜的是啦 这个季度还有1000万的外汇亏损在里面 而同期只有2万块 所以这个额外因素如果你去掉的话呢 其实这个financial 2024的quater1业绩 真的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这也是惊讶到我了啦 让我会觉得 我更加期待它quater2跟quater3能够交到怎样的业绩 因为一般来上它的quater1都是做到比较糟糕的 没有想到这一次价能够盈利那么多钱 OK,so这个quater1对比同期呢 它的传值利用率只有24% 而这个季度来到了48% OK,so这也是一个非常恐怖之处啦 so48%的传值利用率就能达到如此高的profit了 如果到达到接下来的quater2跟quater3呢 会不会赚到更多钱呢,这是我们可以持续追踪的 这也间接证明了啦 整个sarawar的岸外油气行业呢 是处在一个相当大的复苏繁荣期的 OK,so我们看一下哪样的传值利用率啦 就如我所说啦 quater1跟quater4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统计了过去5年的一个数据啦 你会发现到quater2跟quater3都是来的比较好的 特别是quater4 而这一次特别的是呢 它的quater1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 都没有超过25% 而今年已经来到接近50%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关注它的quater2跟quater3 能否创造到更高的出租率 OK,so如果有更高的利用率 利益来讲达样的盈利 会比financial year 2023还要来的更好的 OK,除了是达样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dian在过去两年 它的股价也已经从大概是几毛钱上到了2块8毛多嘛 so已经上涨了200% 而对比在miri其他的油气同类型的服务公司呢 quater energy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也上涨了150%左右 而jarimin也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上涨了接近80%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到dian是他们的领头羊 所以自然而然会享受到更高的上涨幅度 与利润增长空间 而如果这个领域能够持续跑下去 很多人觉得dian很贵的话呢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下batch energy跟jarimin 因为一般上而言只要这个领域能够持续的复苏 当dian的股价又来到一个比较高的点位的时候呢 在过去的几个周期里面啦 batch energy跟jarimin都会受到市场的青睐的 OK,so这也是一个研究的方向可以供到大家参考的 OK,so关键因素dian在未来几个季度要讲持续维持高转幅以及高盈利 股价怎样继续涨呢,三个点逃不开啦 第一点是国际油价 所以我们再看国际油价啦 大家不要幻想国际油价能够回到100多 甚至去到150啦 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 我们当下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我们更多是希望油价能够稳定 OK,它不用涨到100多以上了 但是我们希望它至少能够维持在60块以上 不要低过60块啦 因为只要一低过60块呢 很多油气行业的巨头 就会开始停止他们的carebacks 因为他们担心,哇,油价60块了 会不会50,会不会4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来的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确保未来的2到3年啦 国际油价维持在60到80块期间 我认为很多油气股的业绩都是会相当稳定的 因此有投资油气股的朋友呢 或多或少还要看一点油价的走势 第二个是国油的支出啦 特别是投资本地油气股的朋友 马来西亚很多的油气公司呢 他们的最大的contract来源呢 都是Petronas 所以如果Petronas赚很多钱 他不要做carebacks的话呢 其实对于整体的游戏领域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所以为什么近几年 游戏行业付出到那么快呢 主要还是国油花了很多钱 在carebacks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那个carebacks的号码啦 如果有下滑 我们就可以提前预知到 其实游戏行业未来几年 会比较惨一点点 同样的 如果国油的支出有增长 其实整体游戏领域还是能够持续维持上涨的局势的 OK 第三点是Sarawa政府的地位啦 这也是近期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观点来的 OK 所以游戏领域其实在19年走过一期 2021年的时候也走过一次嘛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算是我参与的第三次了 也就是从2022年这一波走上来 而这一波里面最不一样的就是呢 它有Sarawa政府的一个额外因素在里面 所以我个人认为啦 如果Sarawa政府有更多的石油收入 或者是有更大的自主权 其实对于Sarawa这个地方所正在经营生意的公司呢 都会有些利好消息在里面的 更何况游戏领域还是Sarawa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所以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观察 Sarawa政府对于当地的企业啊 或者是人民啊 会提供怎样的福利政策 因为如果大家有去关注各州的预算案啦 你会发现到Sarawa州啦 是赚最多钱 不过花销方面呢 则是非常少的 所以它每个财政链啦 都有盈余的 So 我好奇Sarawa政府在未来会怎样去布局这些资产 或是这些金钱啦 而如果它能够利用它的地位呢 让更多的马来西亚或者是外国的石油巨头 让他们在Miri去设立他们的办事处 这样我个人就会认为啦 这样子的举动会导致到Daiyan这种类型 在Miri为主的游戏上市公司呢 反而会有更多的好处在里面 OK 这个章节很长啦 有机会我们再单独拆开来说 OK 目前呢Daiyan也是变成了一间竞献金公司啦 这也是我追踪了非常多个季度 终于我们可以发现到在过去的四个季度呢 它已经变成一个Net Cash Company了 所以我们来看左边这个图 你会发现到Financial 2015年的Quarter 2啦 它的那个债务是直线飙升的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油价百多块啦 所以Daiyan花了钱去买Bernanda 所以很明显那个投资是个错误的投资啦 导致到Daiyan就陷入了很多年的低迷 所以这一次也是我跟大家讲啦 它跟1819年跟2021年上两波上涨的油气股价 比较不同的是呢Daiyan这一波所承受的上涨 理应会来到一个更舒服的位置 因为它本身的债务问题是完全解决了的 OK 所以它手头上有两亿八千两百万的净现金啦 虽然换算到每股只有两毛四分 对比它接近三块钱的股价其实不会到很多啦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对于Daiyan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的 OK 所以未来几个季度 很有可能现金比例会持续的攀升 而如果Daiyan还是维持现有的派息记录啦 我认为啦 它的现金很有可能就随着在过去几年这样 你看它的债务可以这么短的时间 从15亿跌到现在不到5个亿 这样它未来的现金也有可能从现在的大概5个亿回到15亿 OK 所以我们就要看未来几年Daiyan会选择去派股息呢 还是有没有去做投资 如果它既没有派很多股息 它也没去做投资的话呢 这间公司的财政表现呢 将会来到一个非常安全非常漂亮一个地步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的事情啦 因此有投资Daiyan的朋友呢 我相信现在都是比较安心一点点了的 因为至少它是个净现金企业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息派发啦 同样的可以发现到咯 自从14年派好过后啦 未来几年根本没有能力派呀 因为真的是很惨 债务这么高 Badana买来还要跟他一起亏钱 然后随时还要注资进去去拯救他 所以那几年过到很惨 可是2021、2022、2023 终于解决了问题 然后国优的KPAC也上来 订单也变多了 自然而然Daiyan有手有余钱 他就开始派股息 不过这也不是我们投资Daiyan的主要的目的啦 因为目前讲讲 它的股息也只有1.6% 如果你是在前几年 在2022年就有布局的朋友啦 你可能买到9毛钱的股价 那样子的话 你的股息就已经达到5%以上了 所以每个投资的节点不同呢 对于这个股息派发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OK 所以唯独我们需要明白 这间企业并不是股息股啦 因为它的业务会因为外部的因素 而影响稳定性 所以只要Daiyan没有去扩行业去做其他的东西 这样他只做油气领域的话 我们就要始终明白啦 它就不会是一个好的股息股投资标的来的 我们更多还是赚股价上的盈利 因此投资者必须特别的注意这一点 OK 所以我们聊一下Daiyan的未来机会 以及风险在哪里啦 我们先讲一下未来机会吧 OK 所以它的债务越来越少 我们很明显看到 它的债务利息是越来越少的 OK 因为你欠的钱变少 自然而然啦 你要给银行的利息钱就变少 这会成为一个正向作用啦 因为只要你还的利息越少 你又有更多现金哦 这样你除了需要交给银行的finance cost变少之外呢 你还会拿到更多的定存回报 OK 所以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强大 使Daiyan的现金流越来越稳定啦 第二点 行业属于上升周期啦 Daiyan也没有了之前的报复 所以之前几次其实油气股都有波段式的上涨嘛 就很明显这个是一个周期性行业嘛 不过那时候Daiyan其实底气没有到很足够 因为它本身的财务情况没有很稳定 更何况也没有派股息嘛 不过这一波的上涨呢 它的底气就比较强大一点点了 因为它的Banana已经来到一个稳定的位置 相信在未来几年都是不用住资的情况了 以及本身它也变成了一个净现金企业 第三点是Sarawad政府属于有利地位啦 就随着我们政治局势的演变呢 没有想到Sarawad那几个国会一席 已经可以影响到我们执政政府由谁来当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认为Daiyan的权益也是受到了照顾啦 不然其实在过去几年是相当的不公平的 很多石油的收入啊都被中央政府拿掉 然后那些外国石油巨头来到Sarawad赚这些石油钱呢 它的总部还设在吉隆坡 所以也不能带动当地的就业机会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改变整体Malaysia的一个结构 我们不会是以雪兰儿跟吉隆坡为主了啦 更多的石油收入能够去到Sarawad的情况下呢 你有钱自然而然就会留得住人才咯 然后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带动当地经济的一个优势在里面 所以对于Daiyan来讲呢 我非常好奇啦 他在未来几年会怎样把握这个机遇的 OK 所以我们聊一下他的风险吧 首先目前我认为就是股价偏高啦 是指贵 然后PE已经来到了12 所以要明白Daiyan始终是一个周期股 我们不可以expect他3块涨到4块 4块涨到5块 或者是你要他3块钱股价一直比较动 我认为概率上是很难达到的 所以我们要谨记啦 在周期股总是要低买高卖的 OK 再来是游戏业务的衰退问题啦 所以目前Daiyan的确做到很好啦 他已经赚钱 然后已经来到净现金的位置了 不过游戏行业的衰退 其实本地很多游戏股都已经慢慢转型了啦 不过转型的方向 我个人还没看见我比较喜欢的 但是我还是会非常的好奇 Daiyan的出路是什么 OK 他会不会跟大家一样去做新人员呢 还是他能找到另外一条出路 能够稳定他的收入的 因此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可以持续观察下去的 在过往其实很多企业都有这个通病的啦 只要你企业能够稳定 没有债务问题 他们一定会做一些动作的 不管是去做扩张也好 还是去收购其他企业 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所以我很相信 未来的两个财政年里面啦 也就未来八个季度啦 Daiyan可能会有些比较大的动作在里面 我们可以持续的追踪 OK 第三点是会不会再次进行扩张动作啦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担心的 因为10年前的Banana啦 你买是很轻松的 可是他用了10年 才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 所以大家想一下 如果10年前没有去买Banana 其实现在Daiyan可能股价都不只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他已经错过了一个10年的时间 这样未来如果再做扩张 还是再做一个错误的扩张呢 我认为Daiyan啦 很有可能我们要等到2034年了 OK 所以这是一个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投资Daiyan的朋友呢 也要密切的关注 他的扩张方向是什么 会不会还是在油气领域的扩张 还是他会走向别的领域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啦 所以投资者也必须要持续的去追踪Daiyan的新闻 OK 聊一下我的看法吧 虽然讲目前Daiyan是马来西亚市值第四大的油气股啦 OK 其实我蛮喜欢各大领域 可能第三第四市值的一些企业啦 Daiyan也是很巧 是第四大的油气股 不过我个人认为呢 他跟其他领域比较不同 他虽然讲是第四大的市值 不过他是最难代表马来西亚油气领域的个股来的 OK 所以前三名其实有两名是 我没有错一间是阿玛达 还有一间是阴森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偏向于外国的 而Daiyan是纯粹的本地 100%营业的都来自本地的油气行业嘛 所以他算是本地油气股的一个指向标 只要Daiyan一好 就是很多的Dilium啊 或者是Chari Min啊 他们业绩都会是相当不错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在里面 OK 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家认为油气行业还有机会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 油气行业的这一波巅峰 很有可能在未来就很难出现到巅峰了 也就讲 他会从周期股变成衰退股 这是一个我个人比较悲观的一个看法 我们要密切的关注这几间油气股 未来的走势会是什么样的 他利用这一波这三到五年可能赚到现金 他会怎样去做到下一个领域的生意 还是要讲在本地或是这个油气领域里面呢 能够创造到一些抗周期的一些稳定盈利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蛮大的一个风险啦 毕竟现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类型的股票 而油气领域其实遭受到的问题呢 不只是本地外国也有 所以有投资的朋友呢 你要紧急这个风险啦 所以我个人是希望看到油气公司能够利用这几年的高优价 而现金有找到另外一条出路的 所以这条出路啦 我认为如果还是在油气领域里面去收购一些企业呢 它不会是一个好的方向 最好是能够走到其他领域去 毕竟现在油气公司还是相当赚钱的嘛 如果你能利用这个现金流去创造到另外一个生意出来 这反而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OK 所以如果未来没有70块以上的油价啦 我认为要翻身的机会就会错过了 OK 所以如果未来油价可能从70跌到50跌到40啦 你要它再上来 然后你还要需要这些本地的或者是外国的油气聚首 再投钱去做CAPEX啦 我认为概率上真的会非常的少 特别是最近啦 其实国有的CAPEX呢 已经把很大部分转移到新的原地方去了 所以这类型本地的油气领域的服务商呢 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啦 这对于它未来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OK 所以我今天对于Diane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也可以花一杯咖啡先加入到大老板的会员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